我要推崇一下我自己 我40年前 快40年前 知道我的父亲 得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 叫做躁郁症 他郁症起来的时候 可以半个月不出门 躁郁症起来的时候 他分分秒秒都不在家 然后小时候会痛打我的 就是我的爸爸 但是我要跟老爸讲一句话 40年来 爸爸 全家都反对你 只有我一个人 从来没有不顺着你的意 这当中包含买100支iPhone 有一年送给艺能界 那个几十支的iPhone有没有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 都买了100支iPhone 我不知道拿到哪里去 有一天回来 买了几百万的 生前契约 我们现在都没有用到 然后呢 我没有骂他 也不会讲他 我配合他 来来来 我来处理 这个该怎么弄该怎么弄 我找到营业他们的业务员 没关系啦 这个我买一半就好 另外一半 那个 那个你的佣金我给你嘛 好不好 每一件事我都帮他处理好了 笑着顺眼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点做的还蛮孝顺的 小姐那您就写在你心里面好吗 心情是OK的 因为我们 我回了很多媒体记者朋友们的一个对话 里面都有提到 我们家是 所谓的快乐送信 选择 跟大家去做这样的说明的原因 只有一个 最优秀的演出 最要感谢的一个人 就是我爸爸 直到他 直到说自己 天年将近的时候 还特别交代我 你不要到医院来看爸爸了 你所有的演出 所有的录影 你一定要非常认真 因为你来看我 只是看我一个人 你在舞台上的表演 却是千千万万人 都可以得到这份欢乐跟快乐 所以我就依照他的医院 我在 墾丁玩很大的时候 助理突然间冲过来 拿了电话说 Sandy打电话给你 而且是 几乎是摄影机还对着我的时候 拿到的一个电话是告诉我说 你要不要跟阿公 最后讲一些话 所以我在墾丁看着大海的那个 那个咖啡厅 应该是 我们录完一段 非常欢乐 没有啊 趕快啊 快跑啊 然后 墾丁的隔天 我们还要录一天的玩很大 后来就决定赶快 我跟制作人商量一下 少录一天 可不可以 她说 赶快这个时候就是要先回来 我在高铁上做了一个梦 就突然间 啊 在高铁的声音里面太累了 就睡着了 突然间 看见爸爸的面孔 就在那边 跟我讲 你看嘛 我不是跟你讲吗 不要帮我擦一个管啊 不要什么鼻胃管 擦一个什么气阶什么 你看这样多舒服 要吃什么 我都可以吃什么 我要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我跟你一样啊 我就是一个 风一样的男子啊 你看我现在吃得很舒服 很快乐 就骂我 我说 你喜欢讲 我就让你讲 但是我能做的 我一个都不能做 我一个都不能做 我愿意把你养在身边 养到一百二十岁都可以 所以 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我们也知道 天人五衰 没有人可以避免 但是 也告诉所有为人子女的 爱要及时 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以后 才知道 要做到 永远没有对不起别人 这个有多难 所以我也 很勇敢的 对我天上的父亲说 你儿子也是一样 我只是嘴巴贱 我这一生 没有对不起过 任何一个人 我要跟我爸爸说 爸爸 我做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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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